詩家哥之大夢想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啤梨 賢文暉 你好 教主陳禮善 你就是詩家哥 我就是教主 真的 你可以叫我阿哥又行 或者哥哥又行 我一定會叫你教主 因為有些人如果你看這個節目 又或者你聽開也好 你就知道教主為什麼會坐在那裡 但最近都很好 多謝一些新的聽眾和新的觀眾 他們可能在最近這段時間偶爾間看到 他們都想了解什麼水 啤梨 為什麼叫啤梨一個男人 為什麼叫教主 為什麼叫詩家哥 教主其實都一段時間都沒有 我想五六年 別人給我這個稱呼都有 可能最近有很多教主 有可愛教主 其他很多教主 可能這樣的話題就多了 這個人為什麼會這麼夠膽說自己是教主 有什麼能耐做一教之主 其實可能是我教人煮 有時候教工人煮東西 其實我也喜歡煮東西 其實是我的員工和朋友 就給了這個禮物清我的 這幾個五六年 我剛剛走過九龍灣德福 都有教主 我問路 我想去 你知道德福分很多座 我不認識他那座 沒辦法找不到 GPS都找不到 我就問 請問 教主 原來你認識我嗎 其實挺好的 教主其實不單止在我這個節目 因為你如果在工作範疇的界面 或者在電視台 或者在網上都有看到很多你的節目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教派 其實我自己用了自己一套管理的方法 以及自己的小圈子 其實每一個公司和每一班員工 都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我就覺得我自己運用了自己的方法 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用了知識 或者用了前人的智慧 用了很多管理學的理論 concept 或者一些哲學上面的知識 我引用了之後 用回在我們平日發生 用一下 變成一個口水佬 講講一下 有些有多好用 還有很容易記 同時記了就可以了 我經過這段時間和教主做節目 首先我對教主這兩個字都講習慣了 如果你突然叫我講其他名字 反而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因為你這個教主這個名字 除了是好叫之外 你不單止在你的工作範疇 亦是日常生活 你的人生經歷你也很多 說真的 是 無他的人生都是希望有個存在感 之前其實有人叫我裝修博士 沒有字 沒有字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認識 雖然我自己也是一個博士 可以這樣叫 但我自己覺得未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會說你不是很認識 可能有人說 DIC設計情報中心 和裝修這麼密切關係 是你老闆來的 這樣說 我是裝修行業的一份子 但其實有很多的 一個裝修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叫風火水電 我樣樣懂一點 真是那個 真是易學難精 但有時候我自己都很認真去學習 譬如說泥水功夫裡面 什麼叫軟底 硬底 怎樣去做 其實這些很專業的東西 我又要學 電工裡面的有什麼叫做水器製 其實我又要找一下它是什麼 是俗稱 我又要找學名出來 所以在這個節目裡面 其實大家分享一下 也都是把事情 談得深一點 如果說得不好 說錯了 就說出來 大家再糾正它 你可以追查先前的集數 大家上網找 無論聽也好看也好 你就知道教主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謙虛的一個男人 多謝多謝 其實我經常覺得人生很渺小 你的學問就懂得很少 渺小 如果你能夠求真求心 你就可能對那件事 就多了個認知 自己又開心 我們把這些知識分享完 起碼我最少分享了 比我自己的一班同事 大家的智慧高了 有一些生活上面的點滴 你們有時都會和我們分享 譬如說 在這一期 大家最關心回到家的 可能是關於一些很熱 怎樣處理 不如這一集 教主我們又說說關於冷氣的事情 好啊 進來涼快 外面真的很熱 你知道吧 無論香港一年四季熱的時間都比較多 是啊 很奇怪的 香港叫做冷氣 冷氣其實就是 已經是前提了說它是一個冷的東西 其實是空調 空氣調節 空氣調節 會比較全面一點 因為你未必是冷的 有暖的 或者有濕度的控制 所以控制空氣裡面的濕度 都是叫做空調 那倒是 以前小時候在想 當我真的很小時候 那些冷氣就 開到有幾凍得幾凍 最近這幾十年來 大家都說 要調節到剛剛好 又不要太凍 一來又不環保 二來又其實身體都不好 是啊 外國朋友 那些人朋友 嘩 你香港好冷 你去到商場又冷 去到很多地方都冷 香港其中一個特色 來行老 特別快 去到商場又特別冷 嘩 出出入入 不感冒都不行 但是如果回到家 要一個幸福的家庭 舒適的家 你又不可以冷 你不可以冷到 覺得自己去了雪山 那樣 你都不舒服 是要教到所有東西都剛剛好 那就最好了 是 其實人真的回不了頭 你現在沒有冷氣 根本好像生活不了 是啊 都中壞了 中壞了 但是其實 反過來 香港的我們所說的空調 是有些特別之處的 和全世界有些不同 嘩 這一集 如果你們特別好在意 你們家裡的空調 或者促成冷氣的一些問題的話 一會兒就有教主和我們慢慢分享 不要錯過 怎樣和世界不同 香港的空調有怎樣不同 我先講一個現象 好啊 原來你知道香港這十年八年 或一段長時間都有國內的人 來搬到香港 我經常聽到一句說話 搬到香港 一個空調 搞到他好像想發神經 搞到很多困擾 因為有些人 就是有兩個物業 租了一個出去 自己住一個 無論自己住那個 和租出去那個都好 嘩 如果租出去一個 經常聽到租客告訴你 喂 流水啊 又流水啊 然後不冷啊 很骯髒啊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這一個現象就出現了這樣 甚至因為這個原因 我不租了 我賣了物業去 因為這件事煩得了 是的 這個好像不說理由 好像不覺的 但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認識一個朋友 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空調的問題 那個 他的租客 經常找他 搞到 我搞不定 我投降了 我把物業埋埋了 我不再做業主收租了 那倒是 就是 你出去租屋的時候 通常都包冷氣 你說租客 好像有人服侍 有什麼事 告訴業主 做業主其實做這些管理都很煩 如果你真的 不理解的話 更煩 又要依賴一些專業人士 又不知怎樣 是的 其實他背後最大的原因 就是香港的樓房設計 因為密度實在太高 每個平方尺米都很貴 很多時候在建築的設計裏 建築那層樓 是沒有在世界性有少少不同的 它是在空調冷氣方面的設計 沒有想得那麼全面 不管了 總之裏面那一件 就放在室內 大家多一點注意下去 但是外面那個分體機的散熱機 在外面的位置 很多時候都會令到人提笑街飛 譬如說去到一些位置 就要搭棚 一聽到搭棚又是暈的 暈的 而且現在搭棚的要求又高了 因為新的勞工法例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新的職安建的勞工法例 要我們搭棚 是必須的 其實這個都是應該的 不過呢 條款是多了很多 還有就要做多些準備功夫 感重更加倍 你要搭棚去圍捨一個冷氣 爬出去 其實都是製造了很多工業安全上面的問題 但是這個搭棚 亦都可能是我們世界性 裡面香港 就是手不一指 獨一無二 這個功夫太過厲害 他應該有一個既有行業 是解決一個問題 非常之好的 但是在別的地方 是沒有搭棚這件事 我們沒有得依賴他 在建築設計上面 他的冷氣機平台 那個散熱機 是設計得比較好些 甚至乎是有些在屋外 健康的蓋 或者打開門 就可以入到這個叫冷氣機房 即是他特意製造一個位置 讓你可以走出去 沒錯 是一個平台 一個穩陣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很容易出出入入去維修 是不是都要搭棚的 這個不用 因為其實是基於資源的問題 資源和土地資源的問題 我們不夠位置 如果我們再找這些位置 用來做一個平台 不是說沒有 香港都有很多是這樣的 但是普遍來講 香港有這些特別的位置 去做一個冷氣機房 或者冷氣平台的地方 真的買少見少 而且是否新的那些樓 才會有機會做這些 即幾十年前那些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真的不同的發展商 不同的建築商 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當然 大家聽眾的 可以觀眾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件會不會你將來 置業的其中一個 一個你的考慮點 我曾經記得有一個新的物業項目 它的賣點就是 它的冷氣機房 就放在電梯附近 就不用掛出外面 即是說 裡面的冷氣是在室內 然後整個冷氣機 如果你要整個主機 打開大門 走出去 坐升降機 旁邊有個位置 全部一層的中央冷氣 就放在那裡 在正中間 我記得有一個這樣的 是的 其實這個可以是賣點 如果建築設計設計得好的 我們其實什麼都叫做 After-Sales-Service 後續維修 是重要的 服務來的 你買了一個很漂亮的產品 但是如果服務做得不好 其實產品都是一件 變成一個沒有那麼好的產品 所以剛才就說 在用庫原來很容易去可達性 到這個散熱機的 你住開這樣的樓 因為可能我們說的地方 地大蜜蜂 都不爭在 層樓成這麼大 就是找個位置 用來擺這個冷氣位 冷氣散熱位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而你用這個想法來到香港 很多都不是這樣 所以就頭痛了 有什麼事 我們要維修 甚至乎除了維修 還有一樣 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叫跳劑 你說人還是什麼 那個人又會 那個老婆 還是老公 會的 你試一下冷氣機 可以跳多幾次 自己都跳鍵 其實你不要想著很難的 跳鍵 大家會見到 冷氣機散熱 那裏有個紅色的按鈕 那個按鈕 就會隨時會跳鍵 一跳鍵的時候 就很滾 滾 滾 因為又要搭走 爬出去 爬出去 爬出去也不要緊 原來做什麼 重新啟動一次 重新啟動一次 即是怎樣 重新啟動一次 重新啟動一次 這樣就沒事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用這麼多錢 重新啟動一次 其實它也有很多原因 或者它的機對機 或者散熱的空間不夠 過爐 很多都會有機會跳鍵 甚至乎 有時候你都不說你不信 有時候電力不穩 都可能會有這些機會 嘩 所以其實你那些 做一大場的大龍鳳 那些搭鍵的那些路 原來你的程序 去到維修 可能是很簡單 但是耐不忠一次的話 你就耐不忠一次大龍鳳 沒錯 甚至你不是做一些很難的事情 你洗機也要洗 是啊 那你如果要洗得徹底 現在不會有人搭鍵來洗機 最主要就是我們說 屋內出風的卡式機 或者口琴機 大家用行內的術語 它是吹出來的 就像口琴 吹風出來一下 然後洗 多數都是洗的 對健康也是好 其實有很多毛菌 有很多毛菌 還有大家也給大家一些提示 其實有時候你不記得 關這個冷氣的回風 這個回風 等於開車的回風 可以吸到室外的空氣進來 你想關不關 是你自己要你決定 有好有不好 我們今天不是說這一樣 有些人會吸一些先風 他們是故意不關的 但原來不關的時候 你家的溫度又沒有那麼涼快 因為外面的氣溫很熱 如果進來的時候 經過打個折 沒錯沒錯 所以這些一切一切 就是會令到冷氣很髒 對呀 如果我回風 我吸街的氣 如果我舉個例子 我對面裝整棟大廈 起棟新大廈的話 哇 起棟的塵就進來 是呀 那你就要洗的頻密程度 會更加多 難怪的 我覺得我家裡的冷氣 我隔了一陣子 已經覺得我想洗它 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勁 我本身你可能是一個detector 我自己是 有些人真的很敏感 我很敏感的 譬如空氣的質素不好 它很容易很快就會知道 我是呀 關於味道和空氣的呼吸 那些 有時我身邊的家人都說 有這樣的情況嗎 你聞到嗎 我一點都聞不到 我聞到的 那你幫幫忙 我可以去家裡聞一下 不不不不不 我開工的時候 你和我一起去 那就搞定了 說笑而已 其實空氣的質素也重要 是呀 譬如在哪個位置出風 我們叫空氣學流動 如果你經常有一間家裡 有正壓和負壓 其實不是很深的 有時有時候 早一陣子聽到 一個醫院要做些負壓房 其實都是這樣的道理 如果你由一邊出風 由一邊吸風走 那就是做正負的方向 去令到空氣保持流通 和一些新鮮的空氣出現 是啊 所以自己都要設置一個這樣的系統 它又不是系統 其實在設計上 已經可以 不是很深的東西 譬如你單向 就是一邊出一邊入 一邊出風出來 另一邊抽風走 那你在設計師和做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是好的 有出有入就是好一點 好一點 譬如冷氣出 然後我就開了廁所的抽氣線 開了它 這樣就抽出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設計冷氣的位置 都是好像很科學的 擺哪個位置 是我們拿到A 擺哪個位置 就是A- 甚至是B 意思是這個位置 我們在平面裏面 就可以看到的 這些是一些叫做 Paper上面的測試 一個測驗來的 你看都看到 這樣好像有些問題的時間 你就會知道 那個設計有 A的設計好 B的設計好 又或者複雜到 它是打Cost Over 因為它的B設計沒有太好 但是它的美觀多些 這個呢 你就需要 聘用一個冷氣師傅之外 你要聘用一個設計師 就會跟你可以給一些意見 你去決定是怎樣做 又或者你看到教主問一下 教主給一些意見 教主也是一個設計很厲害 不過沒有的 這個真的是各司各法 沒有說誰是最厲害 也沒有說誰是最好的 任何一個設計出來 都有它的說法 但是我們就科學一點 原來這個就98分 這個97分 我們就用數據來決定 這個用哪一種設計 當然冷氣還有很多詳細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稍後繼續講 教主 其實通常我們大部分 香港人就是我 搬進去那間屋的時候 冷氣看到上一手是擺那個位 那我就擺那個位 但是其實那個位 未必是最好的位 沒錯 這個在建築設計裏面 都是做過一些功夫的 因為在建築商 它會包含一些冷氣的時間 它就會在設計方面 就用過數據 都是大家認為這個位好些 而且這個位方便些 擺傢俬 或者是美觀些 或者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就會把管道走短一點 所以你看到很多新樓 你就不會因為這樣 而去改變冷氣 哦 是的 所以它新樓那些 都已經有很多建築商 設計師搞定了 那裡應該是有原因的 沒錯 反而你自己改的話 你除非是很有經驗 或者你有特別要求 有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但是如果真的無法改變 唯有我們就吹吉避空 為什麼吹吉避空 吹風的位置 我們現在其實在市面上 你按進去 在關於網購方面 有很多小配件都可以幫到手 你說過這件事 我記得有一次 有個家人 他就說 那個冷氣吹著頭 有沒有些東西可以遮住它 作為我們後輩 我又不是做這一行 我什麼都上網找 就是找到一塊這樣的東西 去擋住風鈴 令它向上 撞上去 沒錯 其實現在總共有很多 配件 很多不同 或者是變頻式的冷氣 或者是有些 它本身出來的風 已經是滲透式出來的 不是用吹風式的 如果有些機器是這樣 會多一個考慮 我又是說你新買 如果已經有 就沒得搞了 就唯有吹吉避空 我先說出吉避空 不要跟它對行 我們就引流 將那些風 用任何的方法 小配件 吹上天花板 或者推到左邊 右一點 又或者 開小一點 開小一點 就加一把小風扇 令到整間房間裡面的 空氣運作 對流方面 空氣多動 你不會直接吹 所以是沒有那麼辛苦的 我喜歡這種空氣 即是開了冷氣 然後有個風扇吹到它吹暈 開小一點 其實你又可以 我喜歡這種 在環保裡面 其實冷氣很貴的 電費 大家都可以 為減炭 減排方面出一分力 我們其實做得到的 其實對身體 其實香港人有很多鼻敏感 都是因為太冷 因為太冷 對 或者因為冷氣的毛裙 因為你不用冷氣 然後 為什麼早上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有很多裙 因為沒有你 沒有你 沒有了這個detector 我吸一吸就知道什麼事 其實是留意到的 如果真的沒有鼻敏感問題 或者那段時間的空氣 總是不知為什麼 有少許煤的味道 我們就科學一點 其實沒有這些味道 最理想是一年洗一次機 其實那些冷氣 你說都要看看擺什麼位置 有一些屋苑 或者一些屋邨 都定了那個冷氣位 有一個冷氣的窗台 即窗口機 這樣就沒得搞了 一定要擺在那個位置 沒錯 沒錯沒錯 以前的要求就沒有那麼高 也都沒有那麼 就是 就是 我們 讓我們優質生活 那麼窗台的窗口機 都有的 現在 克服了這件事 他們就用了窗口分體機 將那個窗口機的位置 就將它塞在一個 外面的散熱機 就是窗口位 這樣就封了一塊玻璃 封了一塊板 散熱的東西就是外面的事 也看不到這個窗口洞 接著 那一部 叫窗口分體機 你便安在你的室內 你認為是一個適合的地方 這樣就不錯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智慧 對 幫了很多人 也是一件好事 對 不會說 逼著要安窗口機 但是就用不到分體機 因為分體機 有時候某個程度上 是不是省電一點 靜一點 分體機應該靜一點 靜一點 可以這樣說 它做到的滲透空氣 功能是比較強 我們講的 Effectiveness 就是效果會比較好 不一定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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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經常講的 Effectiveness 和Effectiveness 又來教主了 好啊 因為我們經常講的 Effectiveness 是一個效果 Efficiency 就是效率 我今天救了10個病人 不過全部都死了 你的Effectiveness 你的Efficiency 很高 但你的Effectiveness 就很低 我們要這樣說 我沒有說是否正確 我經常跟員工說 你做很多事情 麻煩你做得好些 你效果好些 別人才會滿意 在我這個教主道理 就是他們經常 記住腦內的事情 他真的幫到他做到決定 我覺得這個 又不是我說的 又是管理學理論 概念 挺好的 做教主的員工 就有機會不用做很多事情 最重要做得好 最重要做得精 沒錯 沒錯 不用你做到一件事 做得太多 做得不好 我們叫做用錯了力 是的 都辛苦了 教主 冷氣方面 剛才說到有些是分替式 有些是窗口式 我又再想說窗口式 因為留了一件很好的提示 打風季又來了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風又從那裡來 從窗口式裡面的機身外邊 通過窗口機 穿入你的家裡 這樣嗎 那要怎麼解決呢 有些人風的膠紙 其實最簡單的解決是什麼 怎樣 開冷氣 是嗎 開冷氣 即是打風的時候開冷氣 是的 或者開風 不要浪費冷氣 開吹風 除非很大風 一般來說 我們自己做了驗證 亦都試過實驗 開了冷氣之後 水是吹不到進來的 因為那個天然的風力 和水力 是被機動的冷氣的力 擴充了 所以很簡單 大小小的力量 都已經水不能進入你的房子 嘩 好幫到手 是不是最快 一按鍵開著它 是呀 要不然你再去找膠紙 又找膠套 去封 整間滑濕了 原來有些東西 都要用一些小小的智慧去處理 抽氣線都是 抽氣線都是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都是如果有水 由抽氣線入 你都開著它 可能風吹到它不動 但是你一樣開著它之後 小風是水和風都進不了 那我又想問一件事 就是那些抽氣線 有時候有一些設計 那些抽氣線是有些葉子 可以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它就自己關掉 沒錯 冷氣有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葉子關掉 沒有 以我認知之好像沒有 是呀 是呀 但是那個蓋上去 它的目的都是蓋住 不用讓水和風入 甚至有些臭的味道 就盡量不要入 其實這個道理是一個回風伐的道理 就是單向空氣 就是活塞的情況 你單方面一吹過之後 蓋住就蓋住了 它就不能倒流 挺好的 其實這些是很少和很容易找到的物件 不過回風伐這件事 多數是放在抽油演機 這樣嗎 是的 我們再講抽油演機 那時候再講 留班下次再講 教主教主 剛才在你身上也學會了很多小知識 是的 但是有時候一些人裝修 或者買一間新屋回來 重新裝修 你建議他一次過弄完最好的東西 還是逐少弄 所以就要拿專業意見 因為都不是說你這樣說 他這樣說 如果找一些專業的冷氣師傅 去你那裏檢查一次會好些 正如你說 小知識的那些 我都是得過講的 那你要找一些專家回來 你記得我那一集 讓專業的來 你要找一個專業人員 去到你的房子裡 檢查一下機 尤其是用得久的 用得久之後 很奇怪的 我們都不敢說 不敢說一定 原來有時候有些冷氣 越開越沒有那麼容易壞 越更好 是的 我家已經是這樣 是的 我自己的家已經超過十年了 那個冷氣 但是就這樣說 因為在住緊換冷氣 肚子很痛苦 很痛苦的事 很煩 特別是如果香港的地這麼小 可能冷氣前面 我不是很窄的那些 我已經有個鬼 有些有路 不過你剛才這個問題 真的要大家要反思和深思 因為專家來看了 都是要真的撇除了 他是不是真的想做生意 原來這個很中肯的建議 你都裝修了 如果你今次裝修這麼多錢 不換冷氣 其實師傅都很難回答 因為都有很多不確定性在 他講這件事給你聽 他都是希望 他不希望你入了火之後 再扔錢和時間 去重新換冷氣 其實冷氣機出事 我剛剛在節目開始 我就說 整天為了冷氣 我連屋都賣了它 是的 譬如我有個經驗 我全屋換了冷氣 就是搭棚那裏 很害怕 當然搭棚師傅很專業 他們快手快腳 真的很誇張 整隊冰一樣衝進來 整隊冰 一條粥、二條粥 大大小小的 扔在地上 我家裡有很多 類似我們後面的玻璃 我一直在滴汗 很容易撞到玻璃 不過我沒有撞到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我很友善 我又不想讓他覺得很麻煩 你這個我完全敢說得到 是的 我們有些行內不成文的規定 任何在做室外工作的同事 那些同工 我們任何事都不要做任何給意見 除非那些即時危險 很危險 很危險 我們是要忍住 譬如我自己真的覺得有些不滿意 或者可以有些 area for improvement 可改進的地方 我都不會馬上說 我就會整個人好像 stand still 這樣 站著就死了 不敢給意見 唯有完工 然後再慢慢把事情再改好 其實都有些不成文規矩 你不要吵 不要吵他做任何事 你說打爛玻璃那些很小事 跌到街上就麻煩 包括支足 包括人 最重要是人沒有事 不過他們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Pro 但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我在網上 或者四周圍看到有些新聞 有些朋友分享 唉 冷氣 我就自己找個冷氣師傅 然後我裝修就找這個裝修師傅 這樣就節省一點 但其實都有他的避署 是嗎 沒錯 因為你不能夠一站式去做這個整體統籌 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每個人都想快 每個人都想說 這件事完成了自己個別的責任 沒有了 做生意收錢 都是天公地道的事 就是這個情況都出現 不過在這裏都呼籲一下 因為香港的供應安全都很大問題 這麼先進的國家 不是 這麼先進的城市 都可以 我們是很想做好 很多時候都是大家都想做好 其實是一些硬件的措施是重要的 但其實心態是經常最重要的 他們本身 我們經常都是 教主經常說 開開心心去開工 平平安安回家 這些是我們巴克亭灌輸的 其實香港人效率很快 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都可以呼籲一下冷氣師傅 原來最多出事的 你不是不說就沒事的 我都沒有什麼包袱的 我希望大家更加聽我說 嚇你也好 其實最多的事就是冷氣師傅 是嗎 真的 這個我自己 你的意思是出事的意思是 他受傷 還是他做完的事有問題 哪種出事呢 簡直是跌了下街 是嗎 是嗎 所以我都不怕 真的好像這麼奇怪的問題 是我的社會企業責任 是呀 我必須要提一提 就是說 每一次我們都拿了數據 拿了很多東西 其實呢 每一個冷氣師傅 都仲是老闆 因為他是很想快些 搞一件事 其實這些呢 我真的呼籲一下 真的大家要小心 要小心 回到剛才的問題 不要這麼凝重 再說回一個 不是說 一站式去做 或者一個統籌人員 會發生什麼事 剛才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還有呢 各有各做自己的事 有時呢 譬如我是客戶 我就覺得呢 買了冷氣 這間便宜一點 其實真的會的 會便宜一點 因為單一個工作 其實他都會列了 最低價錢出來的 便宜了之後 你就給那間公司去做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 我們不是說這個問題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間 有責任的一站式公司 跟你override 或者幫忙看字 這件事 但是當然了 你肯不肯付錢 還有他肯不肯 義務幫你做 是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呢 現在都是應該要做的 嗯 很多時候呢 就是他一 我們這樣說 誰接這單工程的 就應該誰去管理 他這件事便會好些 這樣便好些 但是當然 原來那個人只是做很少事 哇 原田四方八面的東西 你要去管理 那你都對那個人忍不住 那你便找一些大一點的公司 那他便有能力一點 多些人 沒錯 能力多些 還有他真的程序多些 最近都有一件事發生的 就是牽連大波的 都是說 你又你安 他又安 安完了之後 那間公司又看不到 那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安了冷氣 那些喉子 安了屋裡面很肉酸 其實我們的行內 眾說紛紜 是誰不對呢 都很難說 但是這件事都在裡面都發生 我們叫做食花生 那我當然都不敢給意見 今天想說出來的 就是說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 也是 你的公司資源不夠大的時候 就不要做這麼多單 因為真的頂不住 我公司經常都說 我第一個不做單的人 經常都是我的 我說不要做 我頂不住 搞不定 我們是個 comfort zone 我們叫 comfort scale 我們是可以做到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所以它的 planning 它的 security 風險評估 都是要做得好 才可以開始做這些 其實這件事是一宗小事 最後那個都拆掉整個 但是為了這件事 你罵我不對 我罵他不對 大家都師傅 但是其實每個師傅 都是叫師傅 我用回這個業主或者客人的角度 很煩 早知找一些沒那麼煩的事情 其實除了沒那麼煩之外 我一個總結就是 如果可以有一間公司 和你做統籌的 你都是給錢去買別人的專業 又或者你不是給錢也好 或者你真的給了錢也好 你是少過發生事 或者再多放些錢出來 去維修救命的時候 我們覺得應該都可以 做一個總結 是會 不一定找大公司 找一些有水準有質素的公司 希望大家可以有個精明的選擇 今集又夠了 在這裏要多謝教主和我們分享 多謝 設計情報中心 作為禮建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付屬成員 二十多年來一直自力提供 專業可靠的室內設計和裝修服務 《八角色合作》 詞人物,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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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